你家是要去哪 去南美馆外面拍网美照 干死网美不要看 就不要挡路 给我闪 真的不要烦 我心情平复好了 可以麻烦给我一个文艺有质感 最好又可以拿奖金的活动吗 12月12号礼拜六 随随安平2020国际河岸艺术节 在台南市安平运河景观公园盛大 展开 当天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免费体验的像是手拉胚 版画创意相片等 重点是还有写生比赛哦 现场会限量提供日本水彩纸 也可以自备纸张哦 记得12月9号之前上网报名参赛 写生比赛前三名跟优选 还有最高3000元的超商礼券 没错这就是我要的 那比赛方法跟详情 请到本集的资讯栏点击连结哦 现场还有短时比赛是不是啊 没错而且我已经写好了 因为怎么样一样有奖金 有奖金的话我是一个都不会错过的 所以当天如果大家有来现场的话 就会看到我一个人又画画又写诗 很有气质 12月12号水水安平2020国际河岸艺术节 一个文艺有质感 又可以拿奖金的好玩活动 我们那天都会去 记得来找我们玩哦 我刚说有气质的部分不回我吗 薛阿丁与阿诚是阿特茶水间的地头蛇 你要继续被老板压榨 还是来跟我们聊天呢 建议大家偶尔偷懒一下 与我们轻松谈论平时生意南下宴的艺术吧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间 我是薛阿丁 我是阿诚 好 好 今天 我先讲我的生活所思好了 那个粉也太呛了嘛 我在吃那个 好 我在吃张军亚 那个粉都直冲我的鼻孔 吃他本人了 对啊 他现在不知道几岁了 我记得好像国高中了 有前阵子有新闻报他 是哦 还那么UK 对啊 还那么小哦 未成年 没有就长得还是 长得卷眼 还是那样哦 我觉得没有辨评 真的哦 没有辨评 我今天想要先抱怨一件事情 是 就是我 真的想把我的电脑卖掉了 这到底是什么 阿夏最近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 Windows电脑也太过分了吧 都在欺负我 都是在欺负我 因为我们两个电脑 好 我们两个都是ASUS的 夏丁也是ASUS 我们全部都是ASUS的 你有送修过很多次吗 我是送修声音听不到 他会自己 没有办法有声音出来 但你有没有遇过 那个Wi-Fi的那个键消失了 没有 没看到 我有遇过这个问题 然后 就是说什么网卡坏掉 最近阿夏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 电脑现在不能做事 就是 Adobe那些都没了 对 他拿去送修 然后就全部 就闯关了 而且还没修完 还没修完 对 好夸张 他直接拿回来可以工作 然后之后又要再送回去修 然后那个 零件来了 又要再回去修 然后我也是 之前萤幕坏掉啊 然后Wi-Fi不见啊 然后什么 有的没的一大堆问题 然后 而且我电脑还比Mac贵 他的电脑比Mac贵 然后还买到这种品质 然后送修要敲叫 所以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要把我的电脑卖掉 然后我要买一台新的Mac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买电脑 请传email给我们 想买电脑的话 传email给我 卖个 两万 粉丝价一万八 啊 那型号的话 你就是再 给我 我就再给你这样子 你不会想换电脑吗 会啊 但是他目前 目前都是会突然当机 那就不行了 你就是省钱 省小钱 但是就是把钱都花在车上 对 还有染头发 对 染头发我觉得还好啊 那个价钱很合理 是正常的啊 只是 好贵哦 对对 对学生来说是 对我来说有点负担 但不一定是全部学生都很负担 对啦 不过我是因此去染头发 就推荐了我的立发师来听我们节目 然后他就说他很喜欢 他就追着我 那也算算到 对 为什么要染这个颜色 其实我进去我也没有 我只是跟他说 我大概想要 什么样的发型 我想要烫 他就说 嗯 但是你烫起来应该 就会更蓬 我说哦 那不要烫好了 他就说 那你想染什么颜色 我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适合什么颜色 他就直接打开那个本子 给我看了一些头发 然后他就指了某一个 他说你的肤色比较适合有 暖色系的色 头发 嗯 然后我就哦 好 那就这样 所以我就一切就是 我进 那一天我只是突然很想剪 很想染烫 然后就问了学姐 推荐了法郎 进去问说 我想剪这样这样 然后想要先预约 他说不用啊 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进去坐着 开始 然后我就 开始洗头 我觉得可以烫啊 嗯 再说烫就更贵了 对 变漂亮 这样就是贵 先买B-Fact的东西 后来差 好 画眉毛 画眉毛 太多了 好多事情要做 好多事情要买啊 还要买电脑 对啊 对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 工作需求的电脑 会图需求的电脑 但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那个 先卖我的 我的比阿诚的好 没有 你的比较贵 我卖比较便宜 可是我的效能真的很 而且他现在又带更新中 对 他知道会更新 对 对 他现在 没有没有 我的很 我的价钱很实惠 而且呢 没有 我的 我的PS档 一次可以开20个 都没有问题 都还是可以正常跑 你们参考一下 i7 第7代i7的处理器 然后 那才很久了 哪有啊 两年啊 不只 不要 好 如果你对那个 工作上的那个什么 电力啊 需求没有很高的话 不要吵 需求没有很高 对电力需求没有很高的话 然后追求效能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 我这台电脑 如果想买的话 email我们 好不好 因为阿诚要换电脑 好 今天 完全没关联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今天要讲三郎 杨三郎老师 今天是阿特 你没有讲阿特点跟烟 没有 没有 然后本来从两根烟的时间 变成一包烟的时间 我刚刚 被口水呛到读住了 好 今天是阿特点跟烟 我们今天聊的是 杨三郎老师 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聊它 因为之前读了白铃果的读书 会介绍到 《沉沉破密码》这本书 所以我们决定 先用杨三郎老师来当作 首位台湾艺术家来到阿特茶水间 对 作为开场 对 来点跟烟 已经不是点 好啦 我们阿特点爆烟 点爆烟 好臭 来 好那由我来跟大家讲解 因为我去他的美术馆 那大家也可以去 我们粉丝专业看我 打的一些心得 跟上面的一些图片 那简单介绍一下 杨三郎老师的身世背景 他是生于1907年10月5号 来 天秤座 OK 加一 演传加二 他出生在现在的新北市永和 就是永和豆浆 那个永和 我看大家蛮多人答对的哦 对 对 不错都认真听 对 好像没有人答什么新天地啦 那是我乱掰的 他的祖父是 清朝时期的一名 一名共生 也就是 明清这两朝 对秀才 这种成绩优秀的人 的一个代称啦 那他们可以到 金师的国子 监督书 反正那是 危机上的东西 你们自己去查 就是读书人啦 对读书人 高学历 那他自己的爸爸呢 又是一名诗人 叫做杨仲佐 他也同样是 除了 他是斜杠青年啦 就 写诗 写诗以外 就是做一些 烟酒的贩卖 是商人 然后政商关系很良好 所以三郎是富二代 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 那个讨论就是 建构在这个纸上 为什么杨三郎老师 会想要当画家 有一个故事啊 是他三郎就读小学 中年级之前呢 他在往返学校跟家里的 这个路途中 会经过一间文具店 那店外就 陈列着那个 日本油画家 叫做 炎月陶府 这位艺术家的油画 他就这样 每天这样看了看 就立志成为艺术家 不是艺术 就是成为一名画家 对 还有他挂对东西 不然就挂什么 Cals 那再说一个 他自己的小故事 他在小学的时候 冲洗那个玻璃瓶 因为那时候 好像有一些病毒 或是一间传染病 所以他们都要 带这种玻璃瓶 去装一些药剂 还是什么的 那他要冲洗的过程中 那个碎片啊 玻璃碎片就刺到 他的右手的中指 后来细菌感染 就截肢了 所以他只有 九根手指头 所以他不能用右手 比人家中指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他还有左手啊 对啦 他就不能这样 那其实我们之前 介绍过的Bob Ross 也是少一根手指头啦 所以少一根手指头 已经在艺术家界是怎么样 画家界 那个流行 好像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啦 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说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买西万机护医生 对嘛 我真的觉得这很好 不要再去洗玻璃瓶了啦 对啊 而且玻璃瓶破掉就丢掉啦 对啊 而且你既然是附的代 如果你有什么女佣还是什么的 请他们帮你洗啊 不知道有没有耶 对啊 反正买个西万机吧 很重要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在 KKBOX还有SPOTIFY号 那三郎的家人对于他学画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他们一开始不论同 也在那时候就有一种 画画不能当饭吃啊 去反对他学画 这句话也是永流传 对 所以他就先在他自己的爸爸家 贩卖烟酒 当一个小老板 那他也偷偷存钱 所以要计划到日本去留学 去日本留学 然后所以偷偷存钱去日本念书 阿不就在家赚很多 屁嘞 如果在家帮忙 就可以存到钱去日本念书 那根本就是 爸妈给的钱吧 好对不起啦 那他在 他在上传之前 才写信给他哥说 我要到日本留学咯 去画 学画画咯 白喽 对 白喽 日文程度有N1吗 嗯不知道欸 那时候有N1这个检测吗 还是那时候又被殖民啊 可能大家附近邻居会讲日文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会讲日文的 没错 因为他1923年赴日嘛 那就是 他应该是会讲日文 那应该是有敲过N1咯 算是母语 所以他在请他哥 在跟家人说 欸我去日本留学咯 真是不负责任欸 蛮酷的啊 蛮帅的啊 很有概念 白喽 我去日本都白喽 那他在日本留学的历程呢 他是1923年抵达日本 他先到日本的 京都福利美术工艺学校 那隔年再转到 关西美术学院 去学习他最爱的油画 那他父母就看他 哦 那么有决心毅力 那么坚持 那就不再反对他学话 然后网多写说 从此三郎带着父母的爱 勇敢走自己的路 谁那么矫情的 沉重的包袱 真的 带着沉重的包袱 甜蜜的负担 对 太煽情了 就是家人没有反对而已啦 那他也因此得到了家人的经济援助 好重要的一件事哦 对啊 1927年的时候呢 三郎在日本读关西美院 三年级的时候 他爸就替他的画作 叫做这个复活节时候 这幅画 去报名台湾美术展览会 他跟当时的李石桥 李美术 陈陈坡 岩水龙 廖济春 等知名的画家 同时入选 那官方就给他 75元的日元 买入 并且收藏 那隔年 1928年 他就毕业回台 都是一代前辈耶 对啊 好 大家的名字念出来都 啪啪啪的 一包QQ蛋 嗯 75日元 那个时候不知道75日元 原来是什么 不过那个时候 75日元 是多大 现在是一杯饮料买不起啦 而且他大三 大学三年级 就入选台湾美术展览会 很厉害 我那时候连个屁都没有 准备要BG了 而且 他更夸张的是 大家刚刚听到 20岁就入选了台展嘛 那隔年台展就直接第一名 很厉害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三郎 三郎很厉害哦 那他返台之后呢 就开始帮忙 家继嘛 然后他也 像他爸一样成为一名 斜杠青年 斜杠三郎 斜杠青 斜杠青年讲起来好好笑 其实也是只是帮他爸爸 一边经商啊赚钱 然后同时跟他的好朋友 陈直齐 跟陈陈坡两位 还有一些话友啊 继续取经 取经 会不会很有话 你说三男 当然要三男才能取经啊 不然怎么取经 精进话记啦 嘿嘿不是那个取经 取经 截取他们的精髓 对 你妈会听 爸 不知道 截取他们的精髓 对对对 话记上的精髓 我觉得要剪掉 太多了 放到片尾就好 对 那隔年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作品 一幅进物画 就得到了 那个台展第一名 刚刚说到的 他同时也跟他日本留学 遇到了一位女同学 叫做许玉燕女士 结婚了 所以他留学就有女朋友 所以我 是不是要去留学 而且才结婚 那哪一国 货富曼那一集说 日本的 不是 法国的最大吗 小鸭最大了 对可以坐比较久 飞机可以坐比较久 看的风景比较多 对 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去法国了 你是说他还是说我 他真的就去法国 对啊 对啊 他也去法国 有没有我在铺梗 对啊 对对 我们都是有连接的 很厉害 所以他真的就到法国去了哦 对啊 哇哦 而且他其实 不仅是他 他有跟其他三位画家 艺术家一起前往 他们四位是 当时最早去欧美 就是法国留学的 四位前辈 那其中另外一位是 在台南流营出生的 刘启祥 他也是画家 对 他们去到了法国留学 我很好奇 他们那时候出去留学 回来会代购吗 感觉不会 免税品Kiehl's 帮妈妈买一下 那时候有免税品 我不知道 另外两位的话 是 澄清粉跟盐水龙 他们都去法国留学 到了法国以后的三郎 他就用他的作品叫做 塞纳河又入选了 法国秋季沙龙 诶 真的很厉害诶 对啊 果然是喝过洋墨水 去西洋取经啊 对啊 因为像第二 就是第二大的鸟 遇到第一大的鸟 切磋一下 1934年之后 他从法国返台 他就又跟刚刚有提到的 盐水龙里美术理师 巧调季沉坡 跟陈清粉 历史铁城 等艺术家 画家 开始筹备了 台阳美术协会 简称台美协 它不是什么台湾美国 关系协会 它没有那么 反正它是艺术性的 那这个台美协会呢 它在1933年的时候 在台北铁路饭店 正式成立 然后开始策划了 很多的台美展 它的主要 是要把台湾的艺术 推广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在1945年后 战后 杨三郎老师 他被台湾省行政长官 聘为台湾省美术展览 也是简称为省美展 这个展览会的筹办委员 同年10月22号 在台北市中山堂 举办首届的 由官方政府举办的展览 进入他的晚年 那70岁的时候 三郎老师他就听不见 失聪了 但是夫妻还是很爱啪啪照 到处到世界各地卸身 他的去过很多国家啊 美国 欧洲 日本 等地啊 就像比如说 那个可能师母 就是说 老板儿 是这种强调吗 不一定吧 他那不是外省人 我想象的是这种强调 可是他不是外省人啊 没关系 先不管 老板儿 接去拿画画 好耶 去威尼斯好了 然后就坐飞机去 好没礼貌 1991年7月25号 他的养三郎美术馆 在家乡永和开幕 并且有李登辉提字 1995年 他获得了中国文艺协会 颁发的中国文艺奖 中国文艺奖章 荣誉文艺奖章的油画创作奖 中国文艺奖章 荣誉文艺奖章的油画创作奖 这是什么 这是就是借门钢目科书中的那种概念 他同年呢 在就是1995年 这一年 他因为肝炎而去世了 享年89岁 其实还 还蛮长寿的 对啊 还蛮长寿的耶 对啊 看陈辰波 好像那时候就很快就过世了 陈辰波是因为被射死啊 对啊 好可惜哦 嗯好可惜 看看我们国民党 简单介绍一下 那老师的画风 他作品多为风景 山林街道为最大宗 也会画一些镜物跟人像 嗯 他到过很多国家 像刚刚说的那些 他每到一个国家 他都会为这个地区有深入的描绘 那留学法国的时期 是一个很关键时期 也影响了后来的画风风格 当然每一个时期都会影响 那他对于法国巴比松画派的画家 柯洛 这种抒情优雅的风景 有所向往 而且他更受法国印象派 用自然写实的描绘 光和色的影响 还有对自然情感的表露 的像 后印象派主义 还有这三种结合 像抒情 优雅 印象派 光色 跟情感表现 这三种 结合在一起之后 发展出了个人的用色方式 跟映照内心想法 跟对这个地区的 情感表露的一种写实的方式 那他作品 其实都蛮大的哦 他用大笔数构成鲜艳的色彩 然后偏比较暖色调 油画颜料有微微的厚度 但不是以那种激情啊 狂乱撇的那种笔触去画的 他是有控制的 但是同时有点浮动 跟扎实的层次感在里面 他投身创作六十多年 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身创作 太扯了吧 三四点耶 根本还没睡好不好 我觉得他是睡不着 因为有时候就是人老了之后 那个退黑激素的分泌 也会下降 我觉得他是睡不着耶 而且你想象一下 如果有年轻人刚喝完酒 然后要回家 在河堤边 看到有一个老人在画画 哎呀歪裂 而且天还没亮耶 超恐怖的 他天还没亮耶 我觉得他 应该先推荐他吃退黑激素 他就睡着了 那他为什么那么早起 他早起说的睡不着 他 因为他也可以趁这个清晨去探酒 跟钻研他的绘画方式 真的吗 不然他要干嘛 你那么早起 你会就是钻研绘画吗 不会 所以我才成为不了艺术家 可是三四点也太早吧 天真的要亮了吗 还没啊 还没 三十点起 啊他是三十点起床 对 赖床到五点 去吃早餐 对 永和豆浆 对 啊难怪 住永和吗 对 他一直到八十多岁 都是这样生活的 好厉害哦 对啊 难怪可以活到八十九岁 你说会不会三四点起床 有啦 就是这么的 规律 对 诶我们讲完了 二十八分钟 二十八分钟 那剪掉一些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的 带大家来认识台湾艺术家 虽然三郎老师的时代 已经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他其实对我们台湾艺术家 他是一个大前辈 他对我们艺术史 是有很大的贡献 说遥远也没有说太遥远 对 其实没有 所以 大家就是去看我的游记 对 C-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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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 in the C-O-G 对 那搭配着作品看 你们会更有印象 嗯 那今天就这样咯 好 那喜欢我们的听众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跟KKbox上搜寻 最新一集的阿特茶水间 Apple用户在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 也可以到IG及FB 搜寻阿特茶水间 帮我们按赞 追踪加分享 YouTube会晚一桌上传 想要与我们联系 以下方资讯来 有我们的email 欢迎来信哦 那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等一下我可以去 救一下我的水壶吗 我又忘记拿水壶回来 靠 Ana 下方资的 你要来 我们先吃 咯 要卖 我们先吃面 我们先吃面